空袭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 一直是战争中广泛被运用的一种攻击方式 而台湾位于国际冲突的前线 在两岸之间的紧张局势下 防空避难设施可说是越来越受到重视 2023年是内政部警政署发布了新版的防空避难标示 以箭头指出各个防空避难设施的位置 在学校里也可以看见这样的标示 因为它有公版的那个防空避难的那个设置的标示 我们昨天有去看一下这几个位置 其实都有在入口处都有设置这个标示 根据警政署网站中的防空避难专区显示 国际中正大学校内工有7处被登记为防空避难设施 不过目前登陆的资讯与校方制定的 防空疏散避难计划之间有所差异 那我们学校的那个防空避难设施 之前在111年的那个10月份的时候 有核报过防空疏散避难计划 那我们学校是规划了11个点 内政部警政署网站上登陆了 也就是跟我们学校还是有一些不同 那有三个点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资源楼 那法学院及教育学院大楼 及工学院及教育学院一管 那这个就没有登陆在那个警政署网站的上面 虽然中正大学校内有10处防空避难设施 但并非在所有建筑物内皆有设置 若身处在缺乏这类设施的位置 避难时便需要就近疏散至宁静的学院大楼 那我们学校在那个行政大楼 社科院大楼 那活动中心 资源楼 大学部宿舍 研究生宿舍 及土制大楼体育馆 及法学院教育学院大楼 及工学院一管 都有设置防空避难设施 那大约位置都是在那个各洞大楼的地下室 尽管防空避难设施的位置 以及疏散方式 对校内人员而言可说是十分重要的资讯 但现阶段较缺乏明确的公告和指引 不清楚 你不知道 这个设施及指引 其实我们在我们学校编定的 防空疏散避难计划 里面就有很详细的规定 那我们也会将这个计划书 那个 把他那个就是说 公告在我们学校的网页上面 在世界局势瞬息万变的今天 面对潜在的战争风险 了解身边的避难设施以及疏散路线 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便能完成的一件最平凡的大事 中正义报 曾富藤 杨泽恩 中正大学报导 优优独播导